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月底 每年的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会开始去计算 我今年的财富增加了多少 我又拿到了几张证照 或者是我在职场上有些什么样的成就 可是我们有没有关心过 我今年有没有变得更健康呢 今天我们要邀请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来跟我们谈一谈 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就让自己变得更健康 我是天下杂志CSR频道的总编辑黄昭勇 现在介绍我们的来宾是国泰人寿的副总经理 图易如图副总 请副总跟大家打声招呼 天下杂志的所有听众跟朋友们大家好 今年呢 是非常特别的一年 就是在这个刚刚结束的COP27 就是联合国气候峰会 那我知道就是我们国泰的大家长 蔡宏徒 蔡董事长其实有受邀去担任这个Kino的支持 其实他谈到了非常多永续发展的一些相关的议题 那也谈到了我们整个国泰集团 特别是国泰人寿 怎么样在跟这个我们讲说现在大家 企业CSR非常关注的这个利害关系人之间 怎么样一起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那在这个里面其实谈到一个非常棒的领域 就是跟健康相关 那这个60周年其实国泰人寿 我刚看了资料 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活动 叫做步步公益走 那我想说请这个副总 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步步公益走 跟我们60周年的整个活动 还有就是我们跟保护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那当然这个公益走 那除了大家可能马上可以联想到 就是做好事做公益的公益 其实有提到是进攻的攻 亿万的亿 那这个公益走它是什么意思呢 请这个副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永哥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就是当时 因为今年是国泰人寿的60周年 其实60年是一个非常 在人生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程 那大家应该都知道 国泰金控在永续有很重要的三大主轴 健康气候跟培力 那健康这个领域我们都也知道 健康其实就是一 没有一 后面的所有零都没有一 所以在60年的时候 整个团队就在思考说 健康我们其实谈了很久 那怎么样能够发起一个全民的一个运动 然后让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参与 又能够把健康气候赔力给串起来 让大家觉得健康其实不是只是为了自己 但有什么样的活动可以来做 那当时团队就在想我们一般都是要捐钱 然后赞助 然后就给公益团体 好像就结束了 可是我们觉得这样好像少了点什么 所以团队就开始拍脑袋 然后发想 对发想 然后想了很多以后 我们就发现就找到了 想到了 其实我们在前面在做公益这件事情 或是健康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发现 我们的民众除了是对自己的健康有感觉以外 他那个任务性 对他去达成那个目标也很有一个动力 所以我们在想 公益其实是台湾民众很多 民众很在意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把公益跟走路一起做结合 好 那公益的谐音 其实刚刚勇哥有提到就是 去进宫 然后走百亿部 百亿部啊 对一个月 我们拉着所有的台湾20岁以上的民众来走百亿部 那一个月100亿 我们就捐300万 哇 对 那捐不是只是捐出去 所以我们活动进行了两个月 也就是我们要供200亿部 然后会募集到600万 我们会捐赠600万 赞助600万的金额 那我们当时就想 那我们要赞助给什么样的对象 其实在健康跟气候培力上面 我们有发现 屏东的花语国小 澎湖的花语国小 澎湖的里岛有一个花语国小 我们其实不晓得大家怎么知道这个国小 他其实平常是要靠发电机发电 所以他并没有 他没有一个跟台电串联的一个电网 没有对 所以孩子们他们上学就是需要靠发电机 那如果一旦没电就没电了 那我们就在想他那边最充足的就是阳光 所以我们就在想那怎么样去在那边盖一个太阳能板 然后让他可以用爱发电 就是让学校可以自动的有发电 所以我们就一部分三百万就让花语国小来进行太阳能的发电 那另外一块我们就是在针对滑东地区 其实滑东地区我们看到很多孩子们 他们的平常运动是足球 那他们其实也是需要被帮助的 被照顾被关心的 所以我们也跟绿色肌权合作 所以另外的一百一步达到了三百万 我们就是跟绿色肌权一起去种树 然后打球种树踢球种树这样子 所以这样发起之后就两个多月下来 其实我们是超出我们的预期 超标 对超标 那捐款有增加吗 捐款还是 所以我很好奇 就是说这个一百一步 他需要多少人一个月的参与 然后就是最后他要达到一百一步 我们要怎么去计算 因为这个总不是我们自己喊一喊 他就可以呈现的嘛 对对 一百一步 这个在我们今天是有一个国泰的app 里面有一个我们把它改名 最近就是有一个重新更新一个名字 叫做健康吧 feedback健康吧 那这个大家这样完成走路的时候 打开这个app 其实他就会告诉我们自己说 我们今天完成了多少的部署 对那要自己完成其实不容易 所以必须要号召大家的力量 大家一起来就对 大家一起来 所以怎么开始的 其实从我们的总经理 Andrew他发起 由上而下 由内而外 所以总经理发起所有的高管 我们就揪团 揪团真的力量很神奇 就是因为你会发现伙伴们 同团的人其实达标了 我们自己如果还没完成 我曾经有晚上的时候 我跟一个协理在联络事情 他说等等 我现在还在外面走路 那个时候已经是将近半夜12点 对对 但他已经变得习惯 然后他的习惯就11点多 开始要去见走 走完完成那个每天的7500步 所以从上而下 然后到业务同仁 然后推广到我们的客户 所以客户们 同仁们都知道这个活动以后 揪团 那加上里面有很多的奖励 我们其实也会鼓励 当我们达标的时候 我们自己或者是团队 都有很不错的reward 所以这样子进行下来 有16万多位的民众 参与 一起参与 16万多人 就可以一个月走100亿步 而且是超过 我们当时第一个月 大概经过20天 就已经达到百亿步了 我们就是内部就放烟火 因为原本一开始会很担心 这个目标达不到 毕竟就是没尝试过 这么大型的 然后这么大的一个目标 对 那我刚才我们在 就是前面在讨论的时候 其实你有提到说 你自己本身是做统计的 我很好奇 就是16万多人的参与 平均大家每天大概是走多少步 哇你这样突然考了我数学 因为原本我以前 我们收到介绍的资讯 就是说每天1万步 或者是每天8000步 身体更健康 但是你们提出了这个7500步 显然是一个有经过验证 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的想法 特别讲这个7500步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是根据美国的一份 医学调查报告里面 其实是有科学根据的 就是我们每一天 如果走7500步 可以降低我们的死亡率的发生 所以走太多也不好 有了每天想要走个两万步 其实那个真的是太过了 也不能太过这样 对 但是走路其实是有方法的 是 真的吗 对 就是永哥你每天都会 走路见走 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没有耶 有的时候会啦 但是我比较常做的运动 是骑脚踏车跟游泳这样 好 其实那也是很好的活动 那当时我们会开始想走路 其实走路是最简单的 因为它不需要任何的场域 它也不需要任何的工具 所以我们就是7500不并 对一开始对大家有点难度 因为大家会好奇 7500到底要走多久 如果一个操场到底要赚几圈 是是是 那通常大概是 一定要超过半小时 要半个钟头 将近一个小时 如果是这样正常的步数在走 那其实有很多的方式 是可以完成7500步 所以这是7500的一个由来 为什么要7500 那也不用说每一天 非得一定要啦 所以我们给我们的民众 跟我们自己一个目标是 一个月里面21天 跟上班的时间差不多 对就是有上班 就尽量就是提早一站公车 下车走走路 回家的时候也是散散步 其实7500真的不难 我们其实在公司内部 其实试过 一整天这样工作下来 大概是三四千步 就是在公司里面走来走去 然后出去用餐回来 差不多的三四千步 对 然后回家之后 再拉着另外一半 再散步一下公园 其实7500并不难 因为我印象中 因为我以前也采访过国寿嘛 就是很早以前 我们的这个APP 好像是跟这个宝可梦的原理 是有点接近的是不是 对对没错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曾经有办过 几次的活动 比较大型的活动 那我们也跟宝可梦结合 所以也是一样 有那些站点 那就是边走可以边游戏 所以跟宝可梦 有合作过那样的概念 然后再来也有 跟大甲妈祖合作过 那里面都有很多 那去参加绕镜嘛 对对 因为绕镜 其实一天下来 一定不止期间 远远超过 对 可能两万步都会有 那也有很多 很有趣的事情 比如说 在绕镜的时候 有很多人会发现 哇 有这个Case Walker 有这个健康吧 然后大家就希望 赶快能够加入 所以我们的团队们 其实在那一段时间很有趣 他们就是忙着帮大家 教大家如何 快速的能够成为 Case Walker 健康吧的会员 嗯 就是刚才副总 你提到的就是我们 国寿或者整个集团的 这个CSR的目标 就是赔利 然后气候议题 还有健康嘛 那其实 一开始我看到 国寿在 就是我采访的几次 给我的很深的印象是说 我们并不只是希望 就是我们的客户 成为我们的保护 我们更重要的是 希望我们的这些保护 可以成为一个 很健康的个体 因为保护月健康 其实对整个 金融财政的负担 什么都会是一个 比较好的 这个结构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脉络下 其实看起来 你们是把这个健康 跟我们的自己这个核心 是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 这样子的发展下 因为刚刚您有提到 你在国寿的这个历史 你觉得对于我们的保护来讲 他觉得跟我们国寿之间的关系 是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因为小时候其实就已经知道 就是国寿就是跟我们的 这个家长 就是妈妈阿姨 都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但现在看起来 他好像变得更年轻了吗 还是说他的普及率变得更高了 健康跟保险公司 其实很相关 那我现在再谈一下 这个健康的缘由好了 保险公司 其实我们过往都是在 在民众他发生事情的时候 提供现金 提供事后补偿 但是我们渐渐看到 整个台湾的人口结构 65岁以上的高龄长者越来越多 当然也到2025年 每五个就会有一个 65岁以上的长者 那也发现到 平均渔民是超过80岁 可是不健康的渔民 不健康的渔民会来到8年 也就平均我们80岁内 有十分之一的时间 要卧病在床 或者是生病当中的状态 那当时我们就在想 保险公司究竟可以做什么 能不能够去改变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也希望客户健康 因为这样我们理赔 也可以晚一点几夫 所以这样的起心动念下 我们就在想 怎么样让我们的客户 透过健康的行为 他也能够得到一些好处 鼓励他去做这件事情 那也可以跟客户更接近 因为过往也就是发生事情 才会再来找保险公司 但现在是我们在日常当中 成为他的一份子 对 那时常的推播一些资讯告诉他 因为我们现在有活动 可以一起来参与 所以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 这个健康吧的会员人数 已经来到80万人 就是除了刚刚说 在这个公益走的活动 有16万人以外 但是我的整个base 是有到80万人 对对 是整个是有80万人 我们的目标是100万 我们希望明年度可以达成 应该很快就可以达成 这取名这个健康吧 其实我听起来有两个意思 我不知道对不对 副总可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一个就是 让自己变得更健康吧 就是让自己变健康 那另外一个健康吧 我对他的想象就是 他好像会有很多套餐吗 会有各式各样的服务吗 是这样的概念吗 对没错 就是健康吧 就是让我们一起 往健康的路走吧 一起走吧 那健康吧 就是其实有很多的吧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健康平台里面 有非常多的任务 刚刚我们其实谈到比较多是走路 对 可是其实大家会说 除了走路以外 我像你会去骑车 可能或是践行 或是登山游泳 瑜伽等等 这些是不是都可以算 其实健康有很多种形态可以产生 健康的走 好好的睡 好好的吃 其实这些都是健康 所以我们在这个任务里面就有好好睡 好好睡 对 那睡 那是要先买个好床吗 是哦 但最重要的是有充足的睡眠时间 是是是 那你猜猜看 比较好的睡眠时间的长度 大概要多久 至少七个小时吧一天 没错 六到八个小时 六到八个小时 是最好的 对那曾经我有一个朋友 他加入了健康吧之后 他有一天跟我说一如一如 那个好好睡啊 就是睡觉这一件事情 为什么 他睡了九个小时 为什么没有出现点数 哦 对 然后就问我说 睡太久也不行吗 我说对啊 不行 所以我们就是在六到八小时 如果是睡足这个时间的话 其实也可以得到一些好康 一些点数 所以这个健康吧 它是 就是在我们的手机下载之后 它可以成为我自己的一个健康记录 然后我完成了一些任务之后 他会给我点数 是这个概念吗 对没错 就是每天打开来以后 你就会看到你的活动状况 每天的 甚至有一个活力分 我们好好的睡 有没有睡好 有没有走路走好 或者是心肺功能如何 这些东西我们会成了一个数字 所以像我今天打开来 我的分数是85分 好那我就可以看一下 我今天到底是哪一个做的好 哪一个没有做的好 那再来就是里面有很多的 完成任务之后就会有点数 这个点数其实就相当于是现金 让自己变健康还可以有现金回馈 没错 而且里面就可以去兑换很多的 我们的合作厂商 包含是健康食品 包含是瑜伽 包含各式各样 像7-11 大家最常用的 星巴克等等 那我们也同时再连接到整个国泰集团 有一个国泰优惠 就大家如果持有国泰社华信用卡 应该都会知道点数小数点 等级之后就可以到国泰优惠 换所有我们自己想要的 吃喝玩乐的东西都有 所以我们就把它连起来 那因此进来这个健康把里面 完成任务 客户不需要花任何一毛钱 也加入会员也不需要任何的费用 就只要我们自己维持 自己的任务行为就好了 那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康 那不是国泰的客户也可以加入 是的可以的 对因为我们当时就是希望说 不要只限公司的客户保护 我们是全台湾20岁以上的民众 都可以来参加 那我们刚才其实有提到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说现在台湾的这个高龄长者 越来越多 其实我自己也慢慢要走进这个世界 那我们在60周年除了就是提醒大家 这个做好自己的健康管理 让自己每年更健康一点之外 我们还针对这个高龄长者 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吗 是我们其实就是刚讲到国泰今年60年 那我们也发现到台湾的高龄长者 越来越多 那在去年2020年我们做了一份 人生风险调查里面有发现 台湾的高龄长者 他其实有几个面向的需求 那也让我们在今年特别去提到 友善高龄这个议题 那我们都知道很多北漂的孩子们 在台北工作 可能父母亲都在中南部 或者是我们现在很忙 然后家里的父母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其实谁能够立刻协助 那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业务同仁 成为我们客户的新家人 哦 是 对 在这个高龄即将面临 更超高龄的社会里面 我们两万多个业务同仁 是不是可以用不一样的身份 带给我们的台湾高龄长者一些温暖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成为新家人 对 那新家人 怎么样是新家人 大家应该很好奇的 因为我们知道高龄长者 他其实会有心理的需求 有时候他会觉得很孤独 我们不希望说大家像日本一样 会有一个孤独老孤独死的状况 一直不断的发生 那我们的业务同仁 其实每天都在外面活动 他们就会接触很多很多的 一般的民众 所以我们首先呢 是希望他们具备知识 健康相关的知识 不只是基本的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有更专业的知识 所以我们就跟台北医学院合作 哦 是 我们目前已经培育了700多位 专业的健康 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一些健康知识的 都学些什么 学基本的是像认识什么是失智 然后认识什么是健康照顾 认识长照 然后认识我们怎么样去发现周围的一些 甚至于是激励 什么是激励 怎么样做好激励这件事情 对于长者的重要性 对 甚至于就是眼观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这位长者他的行为可能是处于失智的状态 对 那再深一点可能就是一些癌症 疾病相关的深入的知识 因为我们知道癌症 可是那癌症究竟是什么 它怎么发生的 它可以如何去预防 那如果透过平常的一些行为 饮食等等去做一些调整改善 所以面向是蛮广的 那我很好奇 就是您刚说我们的这个从同业人员 大概是两万多人 然后我们的保护现在大概是八十几万人 假设在加上保护的家人 特别是高龄长辈 就算一比一好了 那可能就是一百六十万 所以代表我们每一位同仁 至少要平均要服务 四十人还是八十人 那跑得完吗一个月 我们不是要他每天去跑 我们其实客户有八百万人 八百万 对 国外的客户有八百万人 所以是一比四百 然后月国寿其实我们的时间很长 六十岁了 所以大家会知道 一直跟着我们的客户年纪也会越来越长 所以我们的年龄层里面 高龄长者相对也是比重比较高的 那同仁并不会是说 他们每天都得要去 把这些都服务完 因为毕竟他们时间是有限的 可是他们学好这些知识之后 当他们遇到高龄长者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怎么样去跟他们对话 怎么样去发现他们有没有一些状况 适时的也可以提醒他的家人 那这是第一种做法 第二个是我们也开始去跟长者做一些活动 因为刚好提到长者的心理 其实心理层面需要被照顾到 对 所以我们就去做了比较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两件事 第一个是幸福农场 幸福农场 我们在全省有四个地方 跟社福机构合作 就是有一些孤独的老人家 其实平常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们就去圈了一些地 然后让他们自己种菜 自己自煮 那就有发现有一些曾经比较觉得 比较没有办的孤独的老人 他们因为每天要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就整个活起来了 改变了他的现代生活这样 对就是幸福农场 那还有养鸡 除了奏菜还有养鸡 一般我们在年轻人都养狗 那我们让老人家养鸡 那这四个农场在哪里 这四个农场在宜兰台东 然后嘉义 彰化 那目前也还持续有在各个地方 也还在进行中 选这四个地方作为先开始的原因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有一些是比较偏向 因为偏向的老人 其实相对年轻人们都离开 我们就在那里 能够把这些老人们 长者们圈起来 然后让他们一起来做 他们觉得还蛮不错的事情 这是第一 月儿的起行动念 那刚还要再分享第二个 第二个是诈骗 反诈骗 没错 就是反诈骗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都知道老人家常常接到诈骗电话 那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 所以我们就做了诈骗的桌游 对 我刚看 我觉得好有趣哦 对 我们就跟警察 警政署合作 然后一起来办桌游 跟里长合作 然后到全省各个地方 目前应该已经办了一百多场 哇 那效果很好 就是很多老人家 我们就看到他们在玩的时候 哦原来这样是 会被骗 然后怎么样 我刚一直很好奇 受选公司 为什么会跟警政署 搭上线 有什么特别的 的这个 员故吗 还是说是你们自己 就是主动找上去 呃 我觉得是 我们在做永续CSR 这件事情 其实 拉了非常非常多的伙伴 跟很多不同的 政府机构 他们都发现 国寿在做这件事情 真的是用心在做 嗯 所以他们就会想 哎 有我们想做 那他们也想做 所以我们就和起 连接起来 嗯 大家一起来 嗯 嗯 所以像这样子 呃 各式各样的串联 然后包含 刚才我们提到像这个 花语国小啦 绿色纪权 那在你自己的呃 就是参与这么多 你印象最深刻的 除了现在正在办的 有没有一些 就是让你真的是 非常感动的 这些合作的伙伴 或者是经验 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吧 我想分享几个 很有趣的例子 那第一个是年轻人 对年轻人来说 加入卡塞沃克 现在的健康吧 他们其实最想要的是 去抢好康 哦 很务实的想法 对 因为年轻人讲高龄 讲健康对他们来说 有点遥远 嗯 对 但是他们还是应该 持续保持这个好的 对啊 任务对好的形态跟体态 那健康的年轻人 他们在这里 就会是定期的 去完成任务来抢好康 像是星巴克 嗯 然后每个月 我们其实有一个时间 拿点数来抢 很便宜的星巴克 一元星巴克 一元星巴克 对 大家就会来拼命的抢 我常常抢不到 哈哈哈哈 那另外一群课问 特别是像我们有一个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一个 妈妈 嗯 有一个女生 她带着她的老公一起做 走路这件事情 哦 增进了夫妻的感情 哦 还有这个效果 对 她说原本可能跟老公 没有什么话讲 那因为有同人介绍 她说 那你去走路 走走路 每天完成任务 其实公司有一些 好的不错的好康 可以分享这样 她就想说好吧 妈拉着老公一起去 那就慢慢的 她跟我们回馈 这个客户就回馈给我们说 她的先生就跟着她 每天下班后就去公园散步 散步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聊天 聊家里聊孩子 所以可以增进夫妻的感情 哦 所以这个健康任务是由女生这边发起的 对 所以通常大家都会觉得说 好像是男生比较喜欢运动啊 什么的 对 不过很有趣的是我们的 这个80万客户里面 我们也发现跟着我们持续运动比例 比较高的是女生 哦 所以女生还是比较注重自己的健康 健康 而且比较愿意投资在健康上面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 比较高龄的长者是刚退休的 那刚退休的也是一个妈妈 一个60多岁的妈妈 她退休之后 我们的同事有发现这一个妈妈 其实是我们同事自己的妈妈啦 然后这个妈妈她就开始突然退休 不是突然退休 退休后突然发现生活没有了目标 哦 对 对 那同事就告诉她说 那我们来走路吧 完成任务可以去兑换Seven 一些东西啊 就后来发现 哇 这个妈妈她发现每天她早上起来 有一个目标要完成 嗯 嗯 回来的时候会跟孩子分享 她今天走了多少 然后她累积了多少点数 嗯 那我觉得这个在对我们来说 也是很振奋的 对 一个心理消息 而且你们这样责任非常重大 负责安排大家每天的行程 对 早上要记得 不然晚上要记得走 那最让我更印象深刻 是有一个85岁的谢奶奶 是 她今年年初加入到现在 她每天都完成七千五 每天 每天 对平均是八千多步 所以她如果今年全勤 你们要 颁发一个 颁发一个奖状 对 一定要找到 我很好奇 就是在这个健康吧上面 它suppose应该会 会有一些排名吗 譬如说 我持续了多少天 然后我现在可能一直 高挂在这个榜上 好主意 我们还没有加入这个 做法 对 那可能会更激励 大家会去注意自己 我一直看到我的名字在那里 在领先群这样 我们新的这一个任务 在明年是有放进来的 就是说 刚刚讲到健康吧 我们今年在11月改版嘛 让大家好记 feedback 健康吧 健康吧 那在明年度 我们会放进这样的一个功能 真的 哇 你会预测 那我要赶快来下载 那我很好奇 这个健康吧 就我们刚才提到 有这个走路 有好好睡 那这一些任务的设计 你们是怎么样去开发 那 譬如说 我去下载之后 它一定要搭配这个 譬如说电子手环吗 还是其实 我只要有手机在我身体附近 就是在我身体附近就可以呢 有手机就可以 但是如果我们刚刚想要更精准的 就会希望我们的使用者 可以有穿戴装置 好像现在大家习惯的Apple Watch 我们两个都有 对对对 然后Gami这些 我们也跟Gami有合作 跟Apple Watch也都有合作 优惠的这个方案 那有穿戴装置是更好 因为它可以记录我们的睡眠 知道我们有没有好好睡 那如果没有这些 其实我们带着手机走路 其实手机也都会有进步的功能 那个我觉得这个很务实的年轻朋友 刚才可能听到一个关键字 是跟Apple还有Gami有优惠专案 是下载这个App成为 注册就可以有这个优惠 还是要成为国泰的保护才有优惠 不用成为国泰的保护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 我们真的是希望全民一起变健康 所以这个平台里面 我们真的不限保护 但是如果是保护 在外衣保单上面 有更多更多的好康 那刚刚的优惠是包含 可以申请Cube卡 所以加上Cube 购买Apple Watch Gami的那个优惠都还蛮大的 哇 真是太晚知道了 你知道Apple几乎是不打折的 对 是 现在还来得及 是是是 然后在这个80万的保护 那今年说这个参与任务的是16万 那其他的保护是 比较没有这么常使用的状态 将来你们要怎么样鼓励他们 也可以来这个加入这个重度使用者 好 我们这个 Case Walker的这个平台 从201819年到现在 一直不断不断的在迭代 其实就是永哥刚提到的 我们一直很希望 更多更多的人参与 就是80万里面 如果可以每年有 每天可以有 2万 3万 5万 10万 甚至20万的 增加 对 跟我们一起成为 忠实的任务运动者 那相信这个健康 真的会被实现 所以我们就是不断的去增加里面的 多元运动的任务 从走路到刚进入心率 到上健身房 上运动中心打卡 然后甚至于现在是到 Seven去购买健康的食品 其实都可以算进来 所以任务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让大家知道健康其实随处可得 然后第二个是合作的厂商 我们目前有38家的合作厂商 那可以提供更多更多的优惠活动 优惠的这个reward 当然大家觉得 进来这里走路以外 哇 还有很多的好康 免费可以获得 我其实刚才听你这样分享 然后我看到 在资料上有一个 提到一个观念 就是有目的变健康 就是透过这个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这个 我们的任务解锁嘛 然后你无形中就会变得更健康 这个好像感觉上会比我 好像要强迫自己 每天固定去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 要来的容易很多 对 有任务真的会让我们 有动力去达成 我们期待或是 别人期待我们的目标 对 所以我们给客户一个很简单的任务 就是一个月21天完成7500步 但也有人会觉得21天好难哦 真的吗 7500步好难哦 真的 比如说如果一个月有完成三次 20分钟心率达到一定的标准 其实就可以拿到比较多的小数点 但也有人说三次好难哦 对 就是大家想要健康 但是都觉得做这些事情好难 那也没关系 我们就是从简单的开始 是 所以我们就是心率完成一次 就可以拿到10点小数点 就等于是10块钱 哇 所以早上起来踩脚踏车 踩个20分钟就10块钱 叮叮叮叮就进来了 哇塞 好棒 那走路也没关系 21天很难 那我们先走10天好了 所以10天也有一样的10元 这个点数会进来 所以我们就是透过阶段性来完成 7500很难也没关系 我们就从下一次开始是5000 就可以有一些reward 对 让大家从健康是从小慢慢养成 就小习惯慢慢养成 从小习惯开始养成 然后用连续的一个月至少21天的方式 强迫 也不能算强迫 让自己就养成这样子的一个 很棒的一个习惯 对 因为我自己走着也确实有 亲朋好友 过去是不太喜欢做这件事情 他觉得我都有在打球啊 我为什么一定每天都要完成 哪个月要完成这个 但后来有一天我竟然发现 他告诉我说 我告诉你我今天完成了 我还差多少步还没完成 哇 我超级无敌 开心的 因为我发现 我们又让 又影响了 一个伙伴或是一个朋友 所以在保险这个产业 我其实很喜欢 泰格尔讲过的一句话 就是用生命影响生命 因为保险其实是 以人为本的一个产业 所以我们就是要带给大家 更多的温暖 所以就是从健康 其实就是希望可以发挥 这样的一个影响力 包含国寿 包含整个金控 然后这个永续的三主轴 怎么样把它串联 那这一次步步公益 走也发现效果真的很好 就是大家是有目的的 这个目的不是为了拿到奖励 这个目的是为了做公益 是更让我们觉得很感动 用生命影响生命 这个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想法 然后国泰可以这么样的 就是落实去执行 最后一点点时间 我想再来谈谈这个诈骗防卫队 我看这个桌游 真的觉得非常的可爱 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我刚看这个诈骗事件卡里面 真的有一些蛮经典的案例 比如说老同学打电话来 或者是你的小孩不见了 什么 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的同仁跟成为我们的 不管是我们的保护 或是我们要去关怀 我们成为他的新家人 他在跟我们的feedback的过程中 有没有真的就是阻止了一些 诈骗事件的发生呢 我们却每年 其实在我们的服务中心 就是老人家到了柜台 有时候都会说 他要紧张的要来办解约或贷款 那我们现在的 你说保险的柜台也会 对 OK 所以他到了我们的服务中心 急着要来办解约或保单贷款 那我们的同仁其实 发现说这个老人家的神色 或者他做这个动作怪怪的 警觉性很高 所以我们在做反诈骗 除了把老人 长者带来我们的里长 或者是一个区块 区域跟警政警察合作以外 平常让他们认识 但还是有一些 真的遇到的时候 他很难判断 那这时候我们另外一道防线 就是我们服务中心的 这些柜台服务人员 我们一年也可以有十几起 这样的防诈发生 发现 然后赶快通知警察过来 然后也让老人家感谢 就是他真的是被诈骗了 那还好有及时阻止 所以我们在 就是整个培训我们的同仁 这两万多的大军 其实不但是给他们专业的 这个金融的知识 然后健康的知识 现在还有这个专业的 关怀的这个能力 你自己觉得 你在国寿这么久 你看到我们的这些合作同仁 他们的转变 或者是他们对国泰 提出来的这些 以CSR为核心的这些理念 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 或者是一些成长吗 我可以感受得到 又在国泰蛮长一段时间了 就是大家过往 对保险这个产业 其实有他一些既定的印象 但是这一段时间 这几年来 其实企业社会责任是 尤其是金融机构 像国寿这么大的一个金融机构 是我们的一个使命 那我看得到的是 我们很多包含内情跟外情的同仁 他们是非常的认同 然后也是去实践他 所以认知认同推广实践 就是我们一直在 跟我们的同仁沟通的 那我们其实现在已经走到了 实践推广 就是这个是需要下功夫的 因为一个念头 要知道每一个人的心里头 甚至于是认同他 然后去告诉别人 然后影响到另外的其他 我们重要的厉害关系人 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 很快速能够完成的事情 那经过这几年的努力 包含我们的整个CS的团队 国泰金控 大家一起手拉着手 在做更清楚的这个三主轴 是 气候 赔利 跟健康 对 那健康真的跟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息息相关的 而且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好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也可以做好我们周围的人 而健康又不只是身体健康 它还包含了心理健康 也包含了财富的健康 关系的健康 对 所以在这里头包含年轻人中壮年到 我们现在非常关心的长者 我们一路这样做下来 刚刚提到的新家人 我们参与的这七百多位同仁 都非常的开心 自己被选拔为第一批的这个种子 对 那我们在明年也开始要逐步的去扩散 那另外我们还想 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 其实失智对于台湾来说 是一个越来越被看到 需要被重视的事情 那刚从新家人这里面 我们也有一万四千多位的业务同仁 他们有取得失智友善天使的认证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证 这个是我们有一个课程 让他们去学习说 怎么样去知道周遭失智的情况 什么叫做失智 你看到这个老人 他这些行为有可能就是失智了 因为老人家常会说 我只是老了啦 所以望东望西是正常的啦 然后这些行为 其实是有办法被辨识 他可能是失智的前兆 那他可能都在我们周围会发生 所以我们就让我们这一群 业务大军们 那他们也去学会 如何去有正确的失智认识跟辨识 所以在这整个的CSR上面 我想我们自己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 我们是一直往这条路上不断的前进 非常感谢副总今天的分享 从这个我们的三主轴 其实我自己把它归纳 就是这个赔利 其实它就是我们跟社会的一个连接 也就是我们现在常在讲ESG里面的S 怎么样跟这个社会 跟我们的周遭的人有一个更好的互动 有一个回馈 那气候其实就是跟我们的环境 当然是息息相关了 那健康其实更重要的是 回归到我们自身 只有当我们自己健康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都健康的时候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环境才可以达到一个很平衡 也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状态 非常感谢副总今天来跟我们分享 天下杂志 我们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谢谢 我们下次见